大家好,我是盛中老师 工作繁忙,压力大 导致很多人都出现了健忘的表现 随着肌力下降 很多人往往伴有腰酸、耳鸣、头晕 身体沉重不爽、易疲劳的情况 在传统养生里出现健忘往往是和肾有关 也就是说老是健忘的人都有肾气不足的表现 肾足骨生髓,而髓者以脑为主 传统养生认为记忆力的好坏 取决于肾气是否充足坚固 分享三个调节的方法 安全有效提升稳固我们的肾气 在传统养生里睡好子午觉 也就是中午11点到1点 晚上11点到1点 是最好的养生补法 根据皇帝内经的睡眠理论 子时晚11点到凌晨1点 是阴气最盛阳气衰弱之时 阳气静则梦 这个时刻休息睡眠效果最好 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这个时候阳气最盛阴气衰弱 阴气静则梦 所以午时也应睡觉 午休以小气为主 只要半个小时即可 2.抄打头部 头为猪羊之会 抄打头部 是对头部阳气 一个短暂的激活 提成洗脑的效果非常好 具体做法 将手握成空心拳 从额头的法线处 沿着头部中线向后轻轻敲打 一直敲到脑后的法线处 再从头两侧经过太阳穴 敲打回到起点处 如果你在工作可以一两个小时 就来回敲打十次 这样可以帮助头脑清醒 减轻疲劳 促进头部经络 气血循环 健脑养脑 3.埃灸命门穴和肾疏穴 我们的肚脐 正对背后就是命门 命门在旁开 两行指 就是肾疏穴 可以使用四孔埃灸盒 至于命门和肾疏穴 就可以一次把这两个穴位 救到 每次救三十分钟 这两个穴位是肠壮肾气的 肾气足 记忆力力才会好 好 以上就是一个对记忆力 好的保健方法 老师健忘了你 可以坚持做 坚持一段时间 你自然就会发现 自己没有那么健忘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